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 彪股俱樂部 我是顧德頭顧總顧問 湯淑偉大老師 6月27號的台北股市 它大漲開高走高 最高的時候 最低漲21 最高大漲147 收盤大漲121點 收在10773點 有量有價 成交量1243億 可歌可泣 氣勢如紅的一個盤 一定是市場上 川普有講了什麼話 來 我們看一下 川普在昨天 他們的團隊有講了 中美貿易大戰 禮拜六 川普跟習近平要見面 我講過了 見面一定是只會談好的 老大要見面 私底下沒辦 見面可能就很慘 中美貿易大戰的協議 已完成了九成 不錯 川習會登場 川普威脅最後仍然沒有達成協議 下舊三張對中國商品加稅 重點在這裡 這個協議已經完成九成 市場上就解讀到 中美貿易大戰即將結束 又會開始緊張了 上次也說要完成得差不多了 結果突然間畢明 又給你磕了什麼 以前2000億的稅 磕下去之後到現在大家就一路崩下來 到現在驚魂未定 大家買盤還是不盡你看 那容置於了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你看大盤還是一樣 不管如何大盤還是要用正面的態度來解讀 認為兩兆雙方已經談好了 所以這個大盤就開始走 但是我也覺得 即便是談好 明天要一個交易日 一個交易日沒有過高的情況之下 假設談好了 了不起會再做最後一波的拉抬 但是前波高還沒到 這個地方物金物息 因為它又是除全息的旺季 所以我認為它還是一樣 短線部分你昨天沒有做多 今天也不建議去追多 短線就是來來回回來來回回 不管如何目前來看 影響市場最大的一個消息面 它就是中美貿易大戰 你把這個畫面看一下 協議已經完成九成 市場以正面來解讀 所以今天大漲一百多點 既然是大漲一百多點 還是一樣 你不要看到紅又開始緊張 又開始高興了 又忘了初衷了 又忘了該怎麼操作 順勢來做 觀念正確 這個地方物金物息 因為是除全息的旺季 指數它不重要 低的時候你要去看 高的時候你要敢賣 現在的操作不只有選股的問題 它還有操作上的難度 所以投資朋友在此時此刻 你看他融資也一直降 你就知道散戶投資朋友 還是沒有賺錢 不然我問你這句話 又要問老問題囉 今天大盤大長開高走高 無日事情無聲 為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賺不惜乎 重點是第四點 你股票有沒有賺錢乎 害逃 然後我講過了 還是一樣選股的問題 最保守最比較棒的一個選股邏輯 還是一樣 因為中美貿易大戰 我們都必須把它假設最差的狀況 它還沒有結束 所以你就做美國內需 大陸內需 台灣內需 你說說中美貿易大戰 稅全部取消不大可能 所以這個問題還是存在 所以投資者你把股票放在 這個家工廠的生產地在美國內需 他的市場是要投給大陸內需 或是台灣內需 生計資產 往這個方向去賺 它就是趨勢 你跟著趨勢走 財富一定有 那你又觀念正確 就是賺多賺少的問題 那操作上又 輪到我剛剛提剛才跟你談的 它不只有選股的問題 它還有操作上的問題 那操作上 有短線 有來回 有波段 如何調兵潛項 如何緊張求勝 所以我當順鬼每天在做的事情 就像這張股票 昨天跟你講 賬買方對不對 23塊25 6月6號 6月6號斷場市 金豐富 25塊半 今天要出了 今天爆量 今天爆量 今天既然爆量 而且出現跳空 有看到 爆量跳空 前高未過 爆量跳空 它是賣出訊號 所以我們就把它收起來 出清 放到口袋 有的短線 有的波段 有的長線 有的來回 所以這就是 你還是一樣成功的人 不斷找方法 失敗的人 他不斷找藉口 重點是 你的結論 他要是探紙 要不是操作半天 只會買不會賣 散戶的老毛病 買了之後 在這賞上 你的命就是等解套 總探紙 33塊6 當天買 當天上來 隔天 37.15 我會跟你講 不要 不要怎麼樣 不要去追了 我們有出 來 6月20 是不是有錯 你加碼 我給你提醒 我們有調了嘛 對不對 好 那調回來 就是要等 繼續拉回 什麼地方 會是買點 我們昨天買回來了 34.8 對不對 好 那既然買回來了 我說有出一趟 等拉回買 34.8 你也看到了 買完之後 今天36.15 就這樣 雖然是將近快一根停板 拉回再買 如果你沒有這樣來回做 你一定會怪大盤 你一定會覺得很難做 這需要相當高的難度 扯到所謂的一個多年的操盤的經驗 更何況有技術分析的一個操作的難度 他竟然購一頓罐 你都沒技術了 而你來參加 只是跟著我的口令 這個地方買 這個地方買 剛剛你也看到 拉回再買 昨天我也跟你講過 你看我們拉回再買 是不是拉回再買 有圖有真相 這邊可以34 剛剛你也看到34.8 今天36.15 那他有幾樣挑戰前一波 這個高 這個高你不要讓他過 這邊畫一條壓力線 這個高如果讓他過 後面就是破斷了 後面就是破斷了 如果讓他過就是破斷 這個反壓很重要 那如果挑戰失敗 再來一次 等拉回再買 就這麼簡單 如果挑戰他不能爆量 如果挑戰失敗 拉回量縮 還是續爆 如果挑戰跟剛才一樣 又是明天跳空爆量 那他可能就會再拉回 所以短線 如果他是跑太快 你就出一趟 壓回再買 就這樣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 等他出去之後就爆破斷了 如何短線 如何長線 鎮黑一段距離 說破你就沒記憶了 中探偵 他五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那六月營收呢 不方便講太多 那有的股票呢 他是產業趨勢是怎樣 往上 他接的單 是南韓的單 那南韓跟中美貿易大戰沒關係 對不對 中美貿易大戰嘛 你只要你的生產的產品 是Mini LED而且是接Samsung南韓的單 他就跟中美貿易大戰沒有關係 如果他的訂單 Mini LED的驅動IC driver 是給中國大陸 那也沒關係 但是如果 你的工廠是在大陸 那你就有問題了 而且他是銷售給所謂的美國 那這種公司就不能買 就是因為他的工廠 他的產品是賣給Samsung 所以就不用怕 來 這個就是趨勢 這就是我不斷念之代之跟你講的趨勢的問題 分析分析什麼 不是滾泥套天電池夠 你現在算電池夠 你是不是在等一套 這叫做分析 我是分析產業的趨勢 我都跟你講得很明了 來 買買看聚集 103 看湯老師講的對不對 沒有洞 110 創新高110塊 15 沒有洞 115塊半 有沒有 趨勢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 我們到現在還沒出 你看到沒有 今天6月27 沒有 趨勢 它的廠 生產的產品就是給南韓 就跟中美貿易大戰沒有關係 又是觀念的問題 觀念一通 財運很通 觀念一通 半部輪椅之天下 你如果滿手電子股了 你現在一定覺得很難做 再來 剛剛跟你講過生技股 生技股裡面的指標中的指標 它叫做浩鼎 浩鼎這家公司 你會發現它最近 之前從700多塊摔到現在 200多 很慘 100多 來 那原因就是因為 第一個它解盲失敗 坦白講 大四場都認為浩鼎的藥 OBI-882 882 是不是OBI-882 OBI-822 講錯 OBI-822 這個乳癌新藥 它是主動式的 就是因為這個技術非常領先 主動免疫療法 而且是抗癌藥 這個藥 這個藥全世界 真的 我們要 什麼叫做新藥 它是抗癌用藥 而且是救命的 花再多錢 你就要想盡辦法讓它研發成功 它一旦研發成功 它是救命的 而且是主動式攻擊 什麼叫主動式攻擊 以前現在人得癌症 你的癌細胞 要去受化療 要打藥 我會掉頭髮 副作用非常嚴重 這個主動式的免疫療法 它是在你的癌細胞旁邊 打入這個OBI-822 打入之後 旁邊周遭好的細胞 主動式攻擊 去把你的癌細胞把它消滅 所以這個技術是世界上非常領先 重點來了 它完全沒有副作用 這麼好的藥 雖然解盲失敗 但是如果解盲成功 它是救命的藥 所以一定會很多什麼樣 知識經驗 要想盡辦法讓這顆藥研發成功 不然研發藥要幹嘛 沒有意義 你的藥就是要救命的 所以這種就是救命的藥 這是指標中的指標耗鼎 其他的藥我覺得都還好 重點是在這個主動式的攻擊 全世界一等一的技術 在台灣耗鼎 而且他為了研發這個藥 你看一下火力全開的耗鼎 順利募資21 繼續要燒這個錢 一旦讓他主動式免疫療法 讓他解盲成功 救人成功 那就好玩 現在鼓王叫大力光 我們來看看以後的鼓王 是不是生技股 那耗鼎之前就是因為 這個公司有貪污的問題 一審獲判無罪 內憲案對不對 被罵到臭頭對不對 也獲判無罪 公司完全出罪化 所以新藥火力全開 那這個後面 後面這個新藥 你看後面預期會有授權 臨床的進度 尤其到三期 這個就是到三期 國際合作同步啟動 人家願意花這個錢 跟你一起來燒 那就好玩了 所以這種藥一旦爆發性 做生技股要做什麼 新藥 新藥要朝什麼夢 本孟比 本孟比是最恐怖的 所以這顆藥 一等一的好藥 那你不是等到他除罪化 內憲無罪再來買 我給你照的時候 我說主廚推薦6月10號 那時候他躺著讓你買 我說求你上車 會講主廚推薦 我說好男不當兵 好鐵不打釘 他叫做浩鼎 求你上車 主廚推薦 表示他千挑百選 百練成剛 萬中選一 這個家委絕對是怎麼樣 票房的保證 結果你看一下 我讓你躺著買 你就是不來 你就是沒要來 那時候你可以躺著買 你就是不來 你看 本孟比差一根停板 還本孟比差一根半的停板 拉回腸黑 我也跟你講 他是好藥 你不用怕 既然是好藥 你看 又在腸紅棒表態 他不是電子股 他一樣不天正地 短線 創高之後 開始震盪 我們還是不出 有沒有 仍然看長 一等一的好藥 你看 這就是趨勢 平常不大講基本面 跟你講清楚之後 你恍然大悟 原來做股票是要這樣做的 主廚推薦 表示很有把握 買完之後和地拔中 已經兩根半的停板了 已經兩根半的停板 老實啊 會費便宜 老實啊 生技股 中美貿易大戰無拐 你看 這就是選股的邏輯 選股的方向 選股的趨勢 當你觀念對 關聯啊 丟啊 不用每天啊 走路拜 你的觀念一定要改 關聯啊 改啊 你可以塞 塞 怎樣 不用路 你要塞嗎 你一定要想盡辦法 改變你的觀念 那電子股不是所有都不能做啊 你看一下 浴晶光 他也是一樣最有最新的產的 純蘋果概念股 346 388 391 399 我跟你講短線我們有調 等他拉回 希望能夠來回做 我昨天跟你講 如果他過高我就要追回來 結果他今天真的過高 那我必須買回來 他今天真的過高 所以你看他就是趨勢往上的股票 之前我們也不是 我們也是做一波 你看 3月份的時候 330 你自己看 自己看 493 330到493 523 拜拜 功德圓滿 水 來來回回 現在又開始撿回來玩了 來來回回的做 有的股票短線 有的股票來回 有的股票波段 如何調兵錢這樣 如何緊張中求勝 是我湯宋葵每天在做的事情 我們看浩鼎 我就跟你講很有把握 你趕快手續辦一辦 那現在要跟你講一檔股票 就是之前一檔股票 全市場第一個介紹被動元件的老師 那時候也是主廚推薦 求你上車會大爆發大成長 和聲堂 那時候也是蓋牌 那時候我講過會蓋牌 會主廚推薦一定是萬中選一百鏈 陳剛 既然如此然你一定要上車 票房的保證 那時候85塊 我幫你揪 後面你也看到他如何的 就是普天正的一百二十七 我翻快一點 對 因為他整疊了 一百五 一百二十七你看 一百六十一 被動元件來的時候 我們有錯過嗎 沒有啊 兩百二十八 剛剛你看到85塊了 兩百六了 看到沒有 兩百二十六了 出 買回來會跟你講 兩百六十九 兩百九十二 兩百九十七 後來一直跟你講過 不要再追了 玩到三百塊 回首來時消失的路 當初的主廚推薦 務必上車85塊 在這裡一路過關展 將四十五破竹 投尾部 如如無人之際噴出 結束整個的操作過程 賺翻了之後 叫你不要追 不要追之後呢 開始暴跌 又是多少分析 持續跟你凹單 到最後啊 人都不見了 重點來了 又是主廚推薦 又是萬中選一 那為什麼要講這種股票呢 因為我等他等了很久 又有一檔股票 你一定要上車 既往開來 主廚推薦 它是大陸內需股 也就是說 它跟中美貿易大戰 沒有關係 你可以大買五百張五百萬 務必上車 這檔股票主廚推薦 請你務必務必 共襄盛舉 我現在有跟你交 你要有決心 你要有企圖心 我願意開放 來 開放讓你體驗 只剩下81個名額 廣告中的電話 你自己身上要運用 寄一段廣告之後 我們回到現場來 沒辦法 今天只是久不早 大概來 lens punct 先 vari меня Zither Harp 最佳力气 请速播 顾得投顾 02-2578-3000 2578-3000 你今天 Fu Panda了吗 一起吃吃吃吃 点点点点 整个六月 全台天天免费外送 从早餐到宵夜 Fu Panda外送给你 立即下载 美食火速上门 放假去爬 阿里山 可是楼梯好多喔 别担心 品力UC2 只要90天 明显提升灵活度 多国专利 一定抵六订葡萄糖安 让你更灵活 品力UC2 全3D场景动态探索 最有强度的所谓 总有一处可以找到你要的天体 尽量 福生为清歌 大家好 我是美美 这是我女儿花花 今天要分享我做的MV 希望大家会喜欢 不行 怎么了 你做的MV 使用到的音乐和贴图 都有得到授权吗 没有 那就不能播 除非取得授权后 才能和大家分享呢 抱歉 身为直播主 今后我做直播时 一定会注意 著作权相关规定哦 直播有授权 分享才安心 贵族世家 美味的排餐 丰富的沙拉吧及料理 约会聚餐的好地方 幸福就在这一刻 贵族世家 脖子的长短呢 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脖子一定要贴紧枕头 一定要贴紧 这就是生理的正常的弧度 你失眠 其实原来是床褶的货 床褶好 一定要滋身性高 他有几十万只小手 撑住了这个人体的 大盘今天大涨 其实涨了121点 但是我讲过了 指数在7月份 6、7月份 甚至到8月初都不重要 因为除全息的旺季 你就把它假设成为横向 既然是横向 你会发现 然后他一路过关斩将 你看这一波 从10,227 来到6月份 开始除全息的旺季 从这个地方 你画一个横向的箱形整理 大家就来来回回 配合之前的高点 刚刚好关前震荡 整理完毕之后 8月份你要迎接桂花香 我不会说川普看得很好 我们去看得很好 看涨说涨看跌说跌 所以物经物行 你看成交要1200 礼拜可能就没 看明天又没过高 可能又会拉回整理 所以原则上 我的重点是指数不重要 你操作个股的投资朋友 唐博弗点秋香 点到你的秋香 你的秋香一定是趋势型的股票 我讲这么多 我一直灌输你观念 你的观念真的很重要 产业的观念 什么产业的观念 中美贸易大战 全世界都在怕 你把钱放到美国内需 的产品的结构的公司 大陆内需 台湾内需 台湾内需 我也跟你讲过生计资产 你往这方向去操作 赚多赚少的问题 而不是明知道电子股 有中美贸易大战的问题 明知三有虎 你偏向五三行 你现在你一定等解套 那这里不只有选股的问题 还有操作上的问题 有的短线 有的长线 有的波段 有的来回做 如何调兵前将 如何紧张中求胜 是我唐博弗每天在做的事情 那重点来 你要会操作 你的结果是要会赚钱 跌下来 你要知道那个是趋势型的股票 什么趋势型的股票 美国内需 那不得他不跌 既然跌下来 既然他是趋势型的股票 大陆内需 台湾内需 你就大胆买进嘛 钱就自然就赚钱了 碳囊取物 譬如这张股票 你看 清丰富 我说美国内需 他的市场就是美国的窗帘 前三大的代工厂商 毛利很高 23块2 25块半 今天出26块2 今天爆量 没有过前高爆量又跳空 卖出讯号 修改 财富 从分配 钱就是这样赚 如何短线如何长线 我操作给你看 你只要脚步跟紧 中探针 33块6 买给你看 37块1 有没有 33块6 37块1 我们大概买它34块 37块 我会跟你讲 我有调 拉回 34块再买回来 34块半 昨天也跟你讲了 讲完之后 你看今天又来了 36块1 如果反压没有过爆量 我们就出一趟 等拉回再买 那如果直接过 那拉回就变支撑了 因为这个是什么 压力线 还没突破之前 要压力 压力突破拉回就变支撑了 工压一张刀 工破就没虚伎了 原来操作是这样做的 难怪他好是来回做 波段 短线 这张骨骂 因为它趋势是怎么样 它的产品结构是 三送 所以跟中美贸易大大没关系 所以你看一下103 我们报到现在还不出111 115 115块半 短线它就是不回 所以我们仍然抱着 这就是观念 你观念不对 你一定要改 官僚如果改 官僚你如果不改 你每天曬得好改 官僚如果改 有免有免有免有 你要改 还是每天电子股 火蜜 豆腐 你菜包 你现在就是等解套 你看生技股我有说吗 有说吗 生技生技生技 长上去大家都在解生技 大家每个都有生技 我讲生技股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好奇怪 来 浩鼎 我说主厨推荐 就表示他很有把握 务必上车 他一定是千雕百选 百炼成刚 万中选一 所以我必须怎么样 把它盖牌 好男不当兵 好铁不打钉浩鼎 当初那个当下 你就是不来 你就是不来 他已经足足涨了怎么样 快两根停板 有没有 我们还是不出 刚刚我也跟你讲了 他的药 是如何的迷人 你如果现在听我讲完之后 你还没感觉他很迷人 表示你完全不懂生技 这样你就要参加回来 生技股 我就跟你讲过 左登100块 当你买当天掌零 先买现赚 109 114 116 抗讯就不看了 117 有没有 126 短线 118 拉回 我也跟你讲看法 不变 昨天还跟你讲 昨天6月26 今天马上长红档 表态又即将挑战前告 钱就这样赚了 因为他是趋势型的股票 所以我们就抱着他 钱到底应该怎么赚 刚刚你也看到了资产股 资产股我们就挑这一档 三亚 赚多赚少的问题 这叫做趋势 选对趋势啊 你的投资啊 你晚上才睡得着觉 你现在满手电池 你晚上已经吃不下 睡不着 睡不着 等解套 每天在看川普 做美貿卫大战 三阳 21块 22块 横盘 23块1 初的跟你讲 有没有 赚多赚少而已嘛 虽然可能赚一根停摆 一根半 也是贪钱啊 这就是站在趋势浪头 乘风波浪 过关展这样 大陆内需我给你讲材料KY 有143 大陆内需嘛 它的生产公司在大陆嘛 而且是卖给大陆的当地的内需嘛 所以你看100 就死抱着不放啊 拉回我跟你讲差不多啦 它是破断新的股票 虽然涨势比较温暖 还是一样 之前跟你介绍一档股票 大涨 你看我们 主厨推荐的股票都特别标 都是万中悬一票房保证85块 整叠了你看一下没有时间了 你看260 我翻快一点 出也跟你讲买回也跟你讲 一直到它出301 后面崩盘 主厨推荐票房保证 你是要还是不要 这档股票又是主厨推荐 我等它等很久 既往开来 大陆内需股 你务必要上车 想尽办法 企图心跟决心 你有企图心跟决心 什么都好谈 来 体验价 我开放让你体验 只有81个名额 广告中的电话 如果电话很难拨 想尽办法拨通它 物质敌之不来 事无有标诡待之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詞曲 李宗盛